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在連續幾個月當中 我們看到我們的節目 大概都在談手機 談半導體的產業 談AI 但是在今天的單元 我們特別來看看台灣的餐飲的產業 大家可以看到在最近幾年當中 台灣的餐飲產業 台灣的餐飲產業 那麼逐漸在資本市場 他走出了一片天 那麼最早大家非常了解的是王品 王品股價超過518塊 後來股價暴跌 那麼我們也看到瓦城一直維持EPS 在15塊以上 另外我們也看到包括這個KY美食 他在美國開了1000多個店 那麼現在股價都在300多塊 那麼包括安心這個摩斯漢堡 這個也有藍橋 藍橋過去是做回照的 但是他在餐飲市場也走出一片天 今天要特別跟大家介紹的是六角國際 大家聽到六角可能不太清楚 但是我們看到這家公司 他在全球各地推廣台灣的美食 從美食文化 那麼來打造台灣的知名度 有10個自創品牌 六角國際的10個自創品牌當中 大家竟然看到日出茶汰 是非常有名 另外性子豬排 那麼現在最近看到大阪的王將 包括炭語 包括烹培密 這些10個品牌當中 我們看到六角現在在全球四大洲 有包括32個國家 也一共有1200人 那麼這10個品牌當中 他最近到哥倫比亞去設了一個據點 所以我想尤其在東南亞 他的珍珠奶茶 這個行銷東南亞每個國家 在台灣一直積極鼓勵南進的時代 我想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六角國際的王耀輝 王董事長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王董好 社長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想台灣在這幾年當中 台灣的美食 這個吃受到全世界大家高度的矚目 而且我們也看到非常多的公司 到資本市場來掛牌 最近漢萊美食也上市 我想今天我們來談談六角國際 這個10個品牌 你跟我們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然後再談你的國際策略 從2004年你如何打造六角國際 你把這家公司一路這樣做到 一千兩百個員工的公司 OK 我謝謝社長 那先介紹我們幾個品牌 我們目前自創品牌 我們公司有十個品牌 自創品牌有五個 那代理有四個 那我想最有名就是我們日出茶代珍珠奶茶 現在全世界有三十二個國家 有大概有八十幾個城市 都有我們的店 那還有LainQ的品牌是做甜品的 那還有一個Black Coat 是做蛋糕還有麵包的部分 那我們也把新竹一家很有名的一個 流浪麵品牌叫段淳珍 我們幫他拿過來做一個全世界的 一個開店的一個動作 那當然我們也有一個很有名的 一個竹牌叫杏子竹牌 那最近我們引進了大阪王將的一個品牌 專門做餃子炒飯的 餃子炒飯 餃子炒飯 所以我們的一個產品線是非常豐富的 總共有十個品牌 那我們最後就還是在做珍珠奶茶這個領域 那珍珠奶茶領域過往 我想我們在做現場製作 現場銷售這個茶眼品牌 在全世界是沒有的 這產業只有台灣發展出來 珍珠奶茶才有 那可以知道說卡佩的品牌 有星巴克 有COVID-19 有國家軍事 這些很多品牌全世界都有很多家電 但是純茶眼的部分 我想目前日珠茶在全世界 應該是電價數是最多的 那我們過往的一個經營模式 大概都有品牌授權的方式 在做一個品牌的推廣 那品牌授權方式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由總部這邊提供 所謂的品牌的管理 研發 教育訓練 營運管理 還有包括行銷管理 那我們local生意 我們就找local partner去做 那local partner 基本上他去找點 維護當地的關係 那怎麼樣把店開出去 那持續性開店之後 我們後勤的一個服務 我們會對於他的營運管理 對於他的行銷方面去做支持 那開店之後 我們還去教他 怎麼把公司的組織建立起來 等於說我們把這樣的生意 可以去移植到那邊 怎麼讓他在當地上慢慢變大 那這是我們在過往 一直做這種方式 我們在這方面著力很深 怎麼樣做授權管理 所以我一直講說 在做品牌授權管理 其實有點像在賣IP的觀念 IP就是logo再加經營know how 再加系統 怎麼樣把這樣的一個 經營的know how 給我們的代理商 讓他在當地 能夠把品牌建立起來 讓這個珍珠奶彩 在當地能夠生根 那我們目前來講 在東南亞算是一個 非常成功的模式 已經變成一個知名品牌 那我們大概在兩年多年前 兩多年前發現說 很多消費者到一些 海島型的度假地方 他們對於這個品牌的認知度 第一個 他會因為去那邊遊玩 會比較放鬆 所以他對於品牌認知度 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從兩年前 推一個環島策略 目前我們在全世界 斐濟 關島 還有巴黎島 樹木 蘭卡威 長灘島 前幾個我們在 都在觀光景點 對 都在觀光景點 消費者就很容易認知這品牌 因為在觀光地方 他看到這品牌 他回去他自己的國家 他就認為這是一個國際品牌 這是我們在過去整個環島車裡 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對品牌的一個進度的提升 好 你來談談 現在因為我想 日出茶汰在東南亞市場 聽說這個非常有競爭力 我們政府在這段時間 新政府上來之後 他一直在推動南向政策 其實裡面春江水暖 這個六角在東南亞的布局最早 那你了解說當地的這種消費的習性 我們怎麼看東南亞這個市場 東南亞市場 我們進去的比較早 我們在2009年就進去東南亞市場 目前在整個東南亞市場 大概只有遼國沒有我們的門店 那我們剛才提到 就是我們找當地的一個partner 去經營當地的市場 東南亞其實很多不同的國家 其實如果直接單獨要進去 其實是很辛苦的 因為當地的政治 法律 經濟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一個國家成功 你要再轉到另外一個國家成功 如果你自己去做 社會比較沒有那麼把握 但是你每個國家 找不同的partner來經營 他是比較能夠成功的 東南亞市場 近幾年我覺得是人口紅利 包括整個政治也比較穩定 所以經濟一直在發展 經濟發展人民有錢 對於所謂的一個餐飲 或一些外來品牌的消費 他會更敢去花錢 其實東南亞的一些消費者 他們領到薪水了 他們就很敢花 所以對我們在做一些連鎖餐廳 連鎖餐廳來講 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市場 我想你一直有個希望 就是你打造一個這種 珍珠奶茶的星巴克 對 所以日出茶菜 怎麼變成國際性的星巴克 OK 我想珍珠奶茶大家都知道 都是先從華人市場做 再到亞洲市場 我想華人亞洲市場已經非常的熟悉了 我一直認為說 要變成一個國際性的品牌 其實除了走為亞洲市場 我覺得西方人市場 也必須能夠接受這個東西 台灣珍珠奶茶其實 我們這一波 我想大概15年前 就已經有珍珠奶茶走出去 這個國際了 但是那時候珍珠奶茶 只有產品走出去 我們這一波從2008、2009年的時候 我想說這是第二次的 珍珠奶茶國際化的一個過程 我們走出去 我們希望把這樣的產品 慢慢介紹給全世界 包括西方國家 我們在澳洲的子公司 我們目前 原來都是華人團隊在經營 我們從兩年前開始做組織改造 還有包括引進白人團隊 我們希望珍珠奶茶 這不是只有東方人的一個市場 我們希望也變成西方人的市場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西方人團隊 把整個珍珠奶茶 讓西方人能夠去接受 所以在西方人的市場 我們把珍珠奶茶叫為Ice Tea 因為用他們的語言去直接跟他溝通 是最直接的 所以我們用白人市場把這個品牌塑造的 是全世界都可以通用的一個語言 好 你這個品牌有10種 策略當然都不同 對 每一種打法又不一樣 你現在在全世界已經32個國家了 大多人都去了 像我們知道像日本如果說他的這種 日本的拉麵 他到台灣來很容易打 因為大家都認識 而且這個品牌強度越高越好打 這10種大家都不同 所以你這個策略到底怎麼去取格 OK 我們很多品牌進來 那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我們到了很多不同的國家 有30幾個國家 有30幾個代理商 那是30幾個代理商 其實都是很難得的通路 比如說以前電腦品牌 比如ASER 它到很多國家 大家會找當地經銷商 他先給他做PC 後來他有投影機或什麼其他 你就會丟去給他 那我們在建立一個所謂的品牌 平台中心 我們把品牌從台灣自創之後 我們輸出去到這些國家 我把其他國家的品牌 日本我比如豬排 或是大阪王將 或是我們牛肉麵 經過我們公司之後 我們把它系統化 標準化跟簡單化 我們讓它去很容易輸出 透過這樣的平台 我們再把我們代理商品牌 再把它輸出去 因為很 因為六角在過去的很多的一些 珍珠奶茶的通路是非常值錢的 我們可以把 因為我們的代理商 目前他做了一個品牌之後 他的後勤資源是共用的 你只要再多一個品牌進來 其實對他來講 他還是想去發展不同品牌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想法 與其他去找其他品牌 不如我們再把我們不錯的品牌 再推薦給他 跟他一起共同發展 所以我們再建立一個 國際的品牌的平台中心 讓我們跟我們代理商之間的 連結性會更強 你就找代理商 是 你在發展的策略 比方說像六角 他是以日出茶太 珍珠奶茶為主 對 如果很多 一般來講就是說 我一個品牌在這個蛋衣產品 我們把它做到非常大 對這種做法 你現在變成有十種 所以這十種差異很大 比方說你茶是喝的 牛肉麵是吃的 杏子豬排有點日式的那種 最經營的味道 大阪王家大概跟日式有關 所以就是說 把這一些這麼差異很大的 單向的這種食品 把它包在一起 這種戰法跟一般的是不太一樣的 怎麼打 是 有些就覺得說我一個品牌 就一直深入 那一直打 對 我幹這個珍珠奶茶 就動作非常大 對於六角來講 其實我們的主力還是在珍珠奶茶這一塊 因為珍珠奶茶是台灣的國飲 那我目前應該全世界真的 找不到其他國家會做茶飲這個產業的 珍珠奶茶這個市場 我們目前有三十二國家 未來我們還是會很深入的去 去對於這個茶飲品牌去做發展 那其他品牌的部分我想在過往 我們從公司的整個發展歷程來看的話 我們之前都是找代理商授權 對 那在台灣的整個市場 我們在找其他的一些 餐廳品牌進來其實最主要是 訓練一個所謂的國際發展能力 因為台灣過往我們在授權 其實我們那時候台灣的定價數不多 珍珠奶茶 那我們代理其他品牌間 我們第一個我們希望能夠透過 這樣的一個展店的動作 能夠培養更多的一個 國際展店人才 另外一部分就是對公司來講 它的一個先進點會越來越強 所以我們透過這兩個方式 其實在台灣這邊慢慢把這樣的一個 公司的體質調得更強壯 所以這是過往我們在引進 不同品牌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就是我們認為台灣的美食 大家都覺得到國外去說 台灣的美食很好吃很棒 但是一直沒有人 做一個很有系統的 一個很標準的 怎麼樣做品牌的輸出方式 那我們一直想說 除了珍珠奶茶以外 我們可能還有牛肉麵 那最近我們也在台灣買了一個 所謂的一個傳統的一個固定蛋糕 那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既有了通路 那我們再把品牌一直推出去 所以未來我覺得六角在這一塊 六角他就是旗下他統領十種品牌 對 這個發展策略可能就跟其他 比方說我們看到85度C 85度C 它就配烘焙 所以你如果說你現在有咖啡有烘焙 但是大概KY美食就是85度C的這個 他就集中在這兩個 那我們現在就從茶 茶裡面蛻變出來 其實大陸現在有很多茶 我們如果從茶的這一塊 你現在跟我們稍微開示一下 就是說茶 你叫珍珠奶茶 大陸現在在流行的叫奶蓋茶 最近還有一個很紅的叫喜茶 那這樣一個茶的不同的風貌 我們怎麼去抓到最大的商機 OK 而且大陸這一幾年尤其洗茶 洗茶 我先講一下洗茶 洗茶怎麼做 洗茶其實我們在看洗茶 其實在做一個Marketing 還有洗顔操作 操作很厲害 其他的產品當然以奶蓋茶為主 跟水果茶 但是這一塊領域其實我目前看到 就茶再加一個奶叫奶蓋茶 就是茶 那可能下面底是茶 對 雞茶那下面是奶茶 那加個奶蓋 奶蓋很多不同 有海鹽奶蓋起司奶蓋 還有一般的奶蓋 所以他很多不同的 那他本身就是以起司奶蓋 為他最主要的產品 那從洗茶的一個過程當中 其實發現說消費者 在中國大陸的消費者 一直在升級 從以前傳統的 我們認為珍珠奶茶店 升級到現在可能 他走文青的風 珍珠奶茶比較可能 可能是他們不主打 但變成奶蓋茶 帶著茶產店去創造 另外一個產品出來 那我覺得洗茶在這個領域 其實讓我們發現說 其實你只要把品牌定位清楚了 每個品牌都有品牌 DNA那樣 比如說我們的品牌 我們定位是新鮮好玩 跟能夠創新 我覺得未來台灣的菜品品牌 或是菜品品牌 要到中國大陸其實 只要把你的DNA抓住 你的品牌定位是什麼 你應該在哪個地方開店 你的受眾客群是什麼 我覺得比較清楚的 其實都有很大的市場 其實看美國的漢堡品牌 一千家以上至少二三十家 對 那在中國大陸我覺得 你只要把你的自己本身 一個就不得了 就不得了 真的就不得了 可能中國大陸用查你的 隨便都兩千家三千家幾條 我覺得這個市場 還是很大很大 你現在如果用 烘焙密碼來看美國市場 比方說你現在85度 美國一千家 烘焙密碼現在你開始登入美國 美國這個市場 它有什麼特質 你現在怎麼打這個仗 OK 美國市場是這樣 我們看85度現在發展非常成功 也給我們很大的鼓舞 我們也很敬佩這個老大哥 基本上美國的市場是這樣 就是它是一個比較有 系統性的作戰 所以開一家店至少要 十個月到一年半的時間 所以你前期的投入跟所謂的 一個建訪Dation的過程 是非常長的 但是85度在那邊成功 我覺得東方人的一個生意模式 到西方市場 其實是比較沒有競爭的 所以我們也很看到那個市場 我們目前在 有月開店 大概有七八個月時間 我覺得整個市場反應也不錯 所以我們慢慢會 會從裡面去了解整個 MISS model 怎麼樣建出一個 適合當地的Model 那怎麼把黃德西建好 那利用兩三年的時間 等要把這些東西都確定之後 我想後來在整個發展速度 就會變快 我想目前還是在紮 在紮馬步的一個階段 我們現在看到 你這四種品牌 其實日出查太戰 市占比例大概多高 市占比例很高 目前在全世界市場大概 如果整個徵端一場 大概有百分之二三十的 一個市占率 是 我想我們現在大概 可以看到這個你的營業額 就是說今年到目前為止 大概四五億七到八月 所以上半年的EPS 大概一塊四毛多 大概看起來 今年有賺三塊錢的實力 還有你最近連續營業額 大概從六七八都在創歷史新高 所以看起來是 這個十個品牌加在一起 有點效益了 所以你來跟我們談談 六角國際在經營上 未來你的想法 OK 從六角國王的一個 發表來看的話 下半年一般都會比上半年會 好很容易下半年是屬於 比較旺季的一個階段 那未來我想我們還是回到 回到就是我們目前的這個 代理商 我們會深化跟他之間的一個關係 比如說我們會把其他品牌丟給他 讓他跟我們之間的一個關係 這裡都是透過代理 主營跟代理一下比例大概 主營代理的話 現在大概是 如果以珍珠奶茶這個比例 大概是1比9 1比9 餐的品牌在台灣都是屬於主營店 都是主營 餐的部分是今年才會走到國外去 所以我們餐的部分 其實也會透過原油茶菜的代理 性質出牌在台灣 性質在台灣 那牛肉麵 今天我們會到中國大陸 澳門 這幾個地方 包括加拿大 其實都會把這個品牌推廣出去 那我覺得 牛肉麵是繼珍珠奶茶之後 我覺得最容易走到國際化的一個品牌 老總牛肉麵現在也是打了很多年 是 當然我想剛才提到就是說 我們在品牌授權這一塊 就是你要有一套系統 除了前期的一個 整個一個資源之外 後面的持續性的一個 對於代理商之間的一個支持 跟管理 還有包括對於他們當地生意的了解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將來你是不是可以在 你不像十種這個裡面 其實像珍珠奶茶 或是那個 煎Q 就是甜品 甜品 風培 布丁 咖啡 這個大概就一組 就是說這裡面就是餐飲跟糕餅 剩下大概就是這個主餐 就是我可以到杏子豬排吃一頓飯 我吃一頓飯裡面當然有牛肉麵 大阪王將都是一個 探魚是什麼 探魚是大陸的一個烤魚的品牌 它是屬於川味的烤魚 以前在中國大陸 它是屬於比較 屬於街邊式的小吃 那這在幾年前把它 中國大很多的一些 一些那個 一些業者把它變成一個 一個餐廳的一個形式在經營 所以你現在如果兩大塊 其實我的想法就是 你一直到 攪咖啡 這個就是比較所謂休閒的風別 是 後面這時候 這四種就是跟餐飲 就有關聯了 所以在區隔上 有沒有把它分成兩塊 不同經營的方式去弄 還是有些 因為你把那個蘇董把在一起 是 要你背 名字背不出來 社長提這個問題非常好 就是說過往我們都是 一直在贏這塊 剛才這幾個品牌是贏的部分 我們公司在資本市場的時候 就有加餐進來 剛才餐廳是因為 他有他的歷史背景 很多人看不懂說六角 他整個成長的力量 包括他的一個發展的過程 所以我們在今年的時候 就把餐跟你把它切開來 因為管理方式也是不一樣的 餐的話有前掌 餐廳跟後掌 飲料大多都屬於前掌部分 所以在管理上 他會變成更有效率 餐的部分就把它切出來 變成另外一個叫王座餐飲 那我們這樣的話 在管理上也能夠很激笑 一個就是我以飲料跟烘焙為主 另外就以餐飲為主 那一刀切兩邊 可能這個在經營型態 可能就 這個對公司管理來講 我覺得會比較單純 你現在就是說 中南美洲人 連哥倫比亞都去了 在海外市場戰略 將來除了像美國 東南亞這些國家以外 六角將來會在哪些市場 花最大力氣 我想中國跟美國 還有中國美國以外市場 我們看的三大市場 這個消費市場都很大 我們未來其實會用這種方式來做 就是我們跟我們現有整個 找幾個優良的代理商 由這個代理商 變成一個區域中心 我們希望這個區域中心 除了既有茶代品牌去做之外 他們也會把我們其他品牌帶進去 越做越大之後 再由這個區域中心去管理附近的 一個我們代理商的一個公司 這樣對我們來講 其實它會更有效率的一個管理 中國道市場跟美國市場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獨立的一個市場 未來這個市場 我想還是會用我們過往比較 我們講我們比較核心的競爭 就品牌授權 找到對的partner 對好的一個生意給他做 這我覺得未來六角發展 還是朝這個方向去走 好 最後的未來 我想我們今天時間大概差不多了 就從六角國際的經營的版圖 你心目中的這個六角 最後大概會變成誰要拿公司 OK 我想 最後他一定是一個很強的 國際餐飲公司 我們希望以查太目前 大概全世界大概700家電 我們希望每年有30%的成長 我們希望到10年後 80度是已經在美國就1000家 對 我們希望到10年後 我們能夠到1萬家 以30%的成長 我想這個不是太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全世界有197個國家 我們現在才出去30個國家 未來的成長的成長的一個力道還很大 當然包括就是星巴克 他已經有全世界有27000多家 他還持續的在成長 所以1萬家對我們來講 我想這不是一個太大的夢想 我覺得只要我們努力 我們一定可以達到 這樣變成全世界的財品牌的第一名 而且一直我們一直講的一個 有日出的地方就有日出茶胎 我想這個今天我們非常感謝 王董事長百忙當中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我相信茶的飲料 有各種千變萬化 他從珍珠奶茶 為這個是台灣的平民美食當中 很重要的一個茶飲 茶的飲料 那麼從珍珠奶茶 他為六角國際找到一條寬闊大道 希望你1萬家很快就會出來 今天謝謝大家的觀賞 等一下回來我們看看 下個禮拜的投資策略